小時候我常常自己吃市場 我會穿過在日光燈館下的狹隘巷弄 經過不同的店家 賣甜不辣的 賣香腸的 賣豬肉的 賣魚的 我喜歡看著動物的軀幹和內臟 像是展翅品一樣掛在鐵桿上 總是讓我想到恐怖電影裡連環殺人犯的房間 但我最喜歡的是市場角落的那個雞肉攤位 我常在那裡站一下午看老闆殺雞 雞肉攤前面總是擺著一拍拍的鐵龍 裡面是一群和自己的大便住在一起的雞 我常覺得他們很悲慘 但想想 好像某個程度上 也是人類社會的寫招 每當有客人來的時候 一隻雞會被從喉嚨抓起 發出一種快要自喜的尖叫聲 雞會拍著翅膀 好像突然間想起了如何飛翔 老闆會拿起鋒利的菜刀 從喉嚨中間將動脈劃開 這時候尖叫聲就會漸漸的減弱 剩下一種好像在游泳池裡面說話的聲音 之後老闆會將雞倒掛在一個露朵狀的容器裡 讓他的血液全部流盡 在露朵中倒掛的雞 兩腳之間凸起了一個血紅色的導管 導管前面流出一道沒有顏色的液體 老闆說那是雞的經意 老闆還跟我說 唯有在極度恐懼的時候 一輩子關在籠子中 早已失去性能力的雞 才能在人生的盡頭 感受最極致的性高潮 老闆會將透明的精液裝在被子裡 那是一杯照看之下透明 無色無味的液體 但如果你從某個角度觀看 精液則會呈現出 人類肉眼所見最純粹的 紅色、綠色跟藍色 RGB的靈魂組合 一直到現在 我仍深深著迷於這些不同顏色的異體 與它們所散發出來的不同味道 幾年前老闆跟我說它要轉行了 他說現在的雞都是實驗室裡培養出來的 精英改造動物 這些在培養命裡長出了生命 沒有意識、沒有靈魂、也沒有性慾 就當喉嚨被劃破之時 兩腳之間只流出一道 類似漂白水的異體 老闆說 他要加入國防部 成為網軍 每天都可以在陽明山的地下碉堡裡 帶風向、炒新聞 他覺得生活很快樂 好像每天都可以在網路的世界當中 殺的千百隻、無形的雞 就在那之後的許多年 我常常回到市場 在空檔的攤位前面 追尋著當年 留在鼻子中的那種獨特氣味 我走過全台北市的所有市場 看遍各種的殺雞攤翻 卻再也從未看到 從雞的兩胯之間流出的神秘議題 直到有天 我在市場裡 看到了一個女孩 她站在空檔的雞肉攤前 有著跟我一樣 落寞、悲傷的眼神 就在此時時刻 在那女孩身上 我終於找到那個 尋找多年的東西 從那天起的很多個深夜 我會來到雞肉攤前 坐在黑暗中 等待著那個女孩的到來 我們會在沾滿油漬 與血水的木板上面 激烈作哀 我會拿掉豬肉的鐵鉤 刺穿她的乳頭 享受她陰痛鼠 而發出的聲音 她會拿帶有牡蠣殼的菜籃 毆打我的頭部 聽著我 聽著我 近乎窒息的聲音 就在高潮過後 我們會花一整晚的時間 看著天花板上 趕蒼蠅的回旋拍 來回旋轉 她會把我的精液 裝在透明的小杯子中 隔著烏絲燈 看著液體的顏色變化 她說 今天的精液是紅色的 紅色聞起來 有一種森林的味道 她說 那是一種 清晨在山中漫步 在夜燒的露水中 所聞到的 芬多金氣味 她又說 綠色 像是剛從浴室走出 湿潤頭髮所散發出的 洗髮精味道 她還說 藍色 是菜市場角落中 那隻死去數日的老鼠 發出令人感傷的 腐臭味 就在天快亮的時候 兩人便從 半睡半醒的夢中驚醒 穿上的衣服 各自鑽入 已燃起色的黑夜 幾個月前 一場瘟疫 正在全國蔓延 就在我們做完愛的那個晚上 她跟我說 她是病毒的代言者 從上個禮拜開始胸悶 無法呼吸 並且因此 失去了嗅覺 從此以後 她再也無法聞到 精液 所散發出來的味道 她說 她要在國境關閉之前 環遊世界 看看人類毀滅前的樣貌 從那天起 我也開始頭痛 與胸悶 有幾次 覺得快要無法呼吸 但是最慘的是 我再也聞不到任何的氣味 一切的事物 只有一種 燃燒塑膠 所剩下的化學味道 在很多個晚上 我常常在市場中等待 希望同一個影子 來到肌肉攤前 在黑暗中 撫摸著我的身體 與心靈 但是 這個影子 卻從此以後 再也沒有出現過 曾經有人跟我說過 愛情是有顏色區分的 它對我的愛 總共能分成三種顏色 當愛情結束的那一天 也是三元色 化約為黑白的時刻